今天市长和我们在一起为刚建成的冷聚变发电站主持开幕典礼 欢迎市长先生 谢谢你 市长先生能够说一说什么是冷聚变发电站吗 简单来说冷聚变能源是一种环保的能源 不但节省金钱而且输出的电量远远超越核能发电站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您打算如何处置现有的核能发电站呢 冷聚变发电站启动之后 我们将会为核能发电站主持关闭一事 这么说这座城市将不会再使用核能 当然了 谁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呢 成为世界上完全依赖冷聚变能源的城市之一呀 我绝对不会错过 好的 我们再次感谢市长先生接受采访 稍后我们将现场转播冷聚变发电站的开幕一事 你们认为怎样 要不要去看看这冷聚变发电站 好主意 苏菲老师 这可是历史新的一课呀 快把东西收拾好 应该还赶得及 我也要去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快走吧 好巨大呀 我还以为是一场盛大的派对呢 结果什么都没有 你们好 哈喽一姐 你也来了一姐 早啊一姐 看来大家都为了开幕仪式而来呢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仪式即将开始 这一刻终于来了 今天核能发电将成为历史 我们将启动关闭程序 让在场的各位一同见证这一刻 怎么了 核能发电站停止运作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冷聚别能源的时代 各位先生女士 请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更环保的世界到来 这样就结束了 应该是吧 这也算是历史性的一刻 师长先生 稍等一下 是的 怎么了 别急说慢点 温度怎么会突然提升 等等 我立刻赶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 一切正常 我的秘书将会回答剩下的问题 我有点事要先离开 市长先生 市长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市长先生 反应堆核心的温度不断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 但反应堆核心 却不知为何 持续生产能量啊 反应堆核心开始呈现不稳定 温度也超出安全指标 什么 万 万一反应堆无法冷却 我们将面临核泄漏 什么 我绝不允许我的城市发生这种事 那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能够将反应堆核心转移到特别的容器 我们可以尝试让温度下降 你确定这样有效吗 这是唯一的方法了 好吗 立刻执行 明白 打开安全门 开始回收核心 继继续 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再试试 系统出现故障 重新启动回收机器人 警告讯号 核心的温度正在急速上升 我们得尽快完成回收工作 不好了 快检查核心 温度持续攀升 目前已超越红色等级 立刻使用冷攻剂 冷冻器失败 温度还在不断上升 市长先生 我们得立刻发出疏散警报 什么 市长先生 这个状况 已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随时会发生核泄漏 关闭所有防爆门 我们得马上封锁这个地方 紧急通告 今天的活动到此为止 请所有人立即离开发电站的范围 什么 就这样结束了 好像发生什么事了 市长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请你们尽快离开 我们要封锁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核能发电站正在发生核泄漏 我们必须立刻遣散所有人 这 快照我的话去做 我没有时间再做更多的解释了 市长先生 市长先生 竟然发生核泄漏 这是一场灾难 我们也会遭殃吗 我们 我们会死吗 不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让钢甲人 去把核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取出来再说吧 他们已经封锁核能变战 现在连进去都能 是时候上场了 钢甲人 也就是仁城 如果没关系 尤其仁城 有 立刻行动 这防爆门很坚固 我们得突破防爆门 你们让开 这里交给我 刚才系统可动 刚才系统 看我的炸弹 温度已超出安全水平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围特 把核心放入容器里 先让它稳定下来 准备放入容器 核心的情况如何 不行 温度仍然持续上升 我们该怎么办 小泽 注意听好 钢甲系统里有一个特殊配件 我需要你使用它 知道了 找到了 很好 将配件取出来 超黑四星 超黑四星 维特 你确定要使用超黑四星吗 那是非常不稳定的元素啊 我们只有这个选择 维特 超黑四星是什么呀 那是一种极低温的量子元素 等等 你的意思是 你要用这个元素来冷却核心 是的 发送吧 阿泽 慢着 乔泽 我们需要一个特殊容器 来装超黑四星 艾森 你能制造一个遥控爆炸装置吗 我试试看 阿泽 把超黑四星发送到爆炸装置里 明白了 艾森 准备好了吗 好了 红架情况 不管 对 准备好了 大龙 奥 稳 永を 光ians 光甲系 抗头 穿图 超黑四情引爆装置安装好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等等 怎么了 超黑四情的破坏力恐怕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 检查爆炸半径 我们需要另想办法了 坏消息 我们无法在陆地上引爆超黑四情 爆炸范围太大 什么意思 根据计算 这个爆炸会冻结半个城市 什么 这比核泄漏还严重啊 各位 我们没有时间了 那该怎么办 无论如何 我们得把它带离这个地方 可是 该去哪里呢 干脆带上天空吧 把它扔到外太空引爆就好了 好 好 希尔斯可以负责运送 立刻动手吧 打不抹架西统 锁定 千万要小心 我会的 希尔斯 你怎么了 核心的辐射干扰我的系统 钢夹元越来越弱了 我们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你完全不受到辐射影响 维特 维特的系统之前升级了 是的 或许和系统升级有关 辐射并不影响我 只要让我的系统升级 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但是 这点时间恐怕来不及吧 况且我们也没有系统升级的程序啊 我早就有所准备 蘇菲老师 难道你 自从维特升级之后 我一直在研究 该怎么让所有钢夹人都升级 易捷 把你的手机给我 嗯 嗯 宗菲老师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 只要把升级程序 输入希尔斯的系统就行了 哦 真的 完成了 契尔斯 在升级中 系统完全恢复了 出现了 希尔斯二代 耶 一姐 让希尔斯有个新的翅膀吧 知道了 我会全力以赴的 刚甲系统团动 刚甲系统 成功地 帝尔斯 新的钢甲之翼有更大的力量 能够让你在外太空行动 明白了 希尔斯告诉我什么时候引爆朝黑刺青 我会的 把核心送上外太空吧 希尔斯 都交给你了 希尔斯 你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毒蛇已经无法影响到我的新气候 好极了 你完成任务吧 网友 男人 记得 是 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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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佩剑桥林 刚下系统锁定 吉尔森 我来了 他们成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会的 他一旦被引爆了 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好吧 我们也该走了 倒是送你们回家吧 走吧 走吧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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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